火箭少女正式成团,孟美琪第一,杨云晴第八,杨超越第三被拳网DS。 今晚,不少网友都在观看《创造101》的直播,毕竟可是总决赛啊,这三个月来,女孩们都成长了很多,到底最终谁能出道,自然是备受期待啊。 相信不少网友都刚刚熬夜看完了这档节目,节目组已经拱不了最后出道的11位女孩的名字。 最终C位出道的女孩是孟美琪,唱跳能力俱佳的孟美琪取得第一名也是意料之中。 第二名是吴轩怡,孟美琪和吴轩怡同公司,同组合,也是多年的好友,不得不说,两人实力都很强。 第三名杨超越就褒贬不一了,最后一场公演中杨超越仍然是车祸现场,被网友调侃是在伐水。 但杨超越最终是凭借着强大的粉丝团取得了第三名,可见粉丝力量真的是强大啊。 第四名是段奥娟,大娟自从参加节目以来,观众缘就很好,杨超越的唱功也是没得挑,所以段奥娟是要负责团队的主唱担当了吗。 第五名是吴轩怡,完全在意料之中,这几次点在排名中,吴轩怡都在前十一,所以出道是必然,你喜欢这样又酷又赚的小姐姐吗。 第六名是小七赖美云,小七成功出道,绝对算得上是逆风翻盘了,赖美云前几期基本没什么存在感,反倒是从个人秀的那场模仿秀中被大家认识到,很讨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。 第七名是子宁,子宁前几期也是频繁被忽略,但后期子宁凭借自己的努力被大家认识到,子宁小姐姐的颜值也是没得挑,只是今晚的皮肤状态有点差哦。 第八名是杨云晴,杨云晴之前的成绩一直很好,但这几天却频频被挤出前十一,很可能出道失败。 但粉丝们真的是不离不弃,坚持到最后一刻,最终成功出道,杨云晴小姐姐还是很有魅力的啊。 第九名是李子婷小姐姐,李子婷自始至终一直都很安静,存在感很低,但唱功OK的。 第十名是来自香蕉娱乐的府京,府京这几次的成绩也很危险,一直都在十一名左右徘徊,这次以第十名的成绩出道,也算是如愿了。 第十一名是徐孟杰,徐孟杰曾在节目大喊自己不要再回去穿鸡爪了,这次真的不用再回去穿鸡爪了,所以梦想一定是要有的。 以上是一位小姐姐,你可还满意,有网友在为李子玄,留人于可惜,出道名单中,备受争议的无疑是杨超越了,毕竟杨超越唱跳很差。 最终节目组供不了十一位女孩的团名,真的叫火箭少女,这个名字,你觉得如何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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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